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新剧接连遭重创,杨子被曝皆新葫芦七兄妹 要靠综艺保持人气 杨子是知名度最高的童星之一 前几年发展很顺 主演的《湘蜜沉沉浸如双亲爱的、热爱的》等剧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大剧 一月成为顶流大咖 不过,在人气巅峰的《他遇上水逆期》 主演的新剧接连遭遇重创,已经两年多没有作品上线了 2020年暑假,原定是要上线都市情感剧《余生请多指教》的 但是男主肖战遭遇了227舆论风波 影视歌《宗多领域》被抵制,白白浪费了一年的黄金时间 这部剧拖了一年后,原定是在9月8日上线 但在临上线前三天,又突然宣布撤荡 命运多喘,一波三折,上线遥遥无期 另一部剧《青三行计划》是今年暑假上线的 但男主吴谦出事了,被兜美竹在线爆料感情生活混乱后人设崩塌 小花,最后还被刑拘,遭到各大媒体的怒对,已经被定位是《猎记忆人》 这部剧直接胎死腹中,付出将复之一句 在日新月异的娱乐圈,作品是一个演员赖以生存的依仗 特别是对于流量小花来说,长时间没有作品、人气、知名度和号召力都会下滑 杨子29岁,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发展时段,错过了这两年,对她的演艺事业影响很大 如今沉香如泻还在拍摄阶段《女心理师》又没有什么消息 今年能否有作品上线都是未知数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弥补人气的流失,杨子被曝将接拍新综艺《葫芦七兄妹》 这是湖南卫视全新的综艺节目,你要五个兄弟跟五个姐妹组成两个新的家庭 通过干农活,做游戏的方式来获得线索,寻找宝箱 这有点类似于曼宗毅向往的生活,但又有跑男的竞技 可以说是动静结合,且男女搭配,还是很有看点 你要的男团有黄博、郭京飞、李一峰、王大陆、丁程新五位 而女团除了杨子外,还有刘敏涛、玛丽、童谣、杨子、刘浩存等女星 不过爆料人也透露,当下确定参加的只有丁程新,其他人还得以官宣为准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其实上太多综艺,过多暴露在公众视野不是太好 但这也没有办法,新剧都没法上线,上综艺保持热度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总比过气了强 像上半年没有作品,杨子就参加了全新的推理真人秀节目蒙探探探案 也刷了一大波的存在感 只要保持着话题、人气、加上他精湛的演技 就不愁没有好剧接,挨过了这一段水逆期 又有新作品上线,依然可以稳居一线小花的地位 你期待杨子上综艺葫芦七兄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